發生意外的這家連鎖健身房 平常就會上傳網路影片 教練一對一指導學員 正確進行握推舉重 得隨著槓鈴上下調整呼吸 槓鈴的重量 隨著學員練習的程度逐漸加重 看似安全的訓練 卻造成一名男子被槓鈴壓傷 當時男子仰臥推舉70公斤重的槓鈴 疑似手滑 槓鈴突然掉落 壓傷自己 消防隊員獲報到場時 男子已經翻白眼 口吐白沫 喉嚨一血 疑似心臟受到震盪 一度沒有呼吸心跳 他是在胸口的部分 就兩個肩膀之間有瘀青 有瘀青的狀況 部位大概就是兩個肩膀之間 這個地方被槓鈴壓傷了 男子送醫後恢復心跳 目前還沒有脫離險境 據了解受傷的理性男子 練習健身多年 清晨他自主練習70公斤握推舉重 沒有要求教練陪同 男子當時就是像這樣子 正在進行仰臥推舉的一個動作 不過因為槓鈴重量達到70公斤 一次突然間滑手 當場砸中男子的鎖骨和肩膀的部位 是否槓鈴重量超出負荷導致意外 教練是否失職造成學員受傷 對事發經過核責任追究 健身中心核家屬都很低調 沒有回應 但警方不排除要介入調查 記者公益的黃手銀台中報導